来走 先放一边想看配件 房业惯例 这里边有一个90W的充电头 然后是A口 这里边应该是一个清水壳 让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清水壳 不是清水壳 它也是那种 类似于素皮材这种半薄壳 然后里边是硬质的一个塑料 外边是 它就是一个仿皮质纹理的 一个塑料壳 OK 真机 噔噔 金色的火 金色也是金色的 一个硕大的镜头模组 它莱卡的标是横着的 因为它的整个设计源是按照相机去做的 所以说连它的logo加上莱卡的标都是为了横向握持去准备的 大家注意看它这个中框 这个中框它跟我们传统的手机是不一样的 我们传统的手机是中框跟背盖 它是直接过渡过来的 但是是它Ultra它为了整个的握持手感 它把这个中框直接包到了背板 它直接是包裹住了背后这一块的这个整个的背盖 然后为了整体的厚度不要过于太厚 它做了一个设计上的处理 这里有一个阶梯 它是直接高出机身的 然后这里做了一个坡度 一个缓坡 达到一种过路的效果 然后我们来开个机 这一块就可以直接毙掉 然后后面直接仔细从之后再继续 然后激活的路吧 激活的路 激活的路